大家好,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這個活動的合辦機構 雙區福音事團的童工,我叫他ISAC 如果大家上星期已經有參加過這個活動 有聽過一些會議的時候 都知道我還有一位同事 他就是EDITH 我就是跟他一起拍檔做這件事的童工 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會分享一個關於網絡媒體的題目 我們邀請了一位嘉賓 如果各位同學有參加過我們9月 關於網絡媒體體驗的活動的時候 應該會對Methu都不陌生 他就是擔任了我們的訓練 還有一些訓練項項 去幫我們跟我們講一些關於 Digital Marketing Social Media Marketing的事情 不如我給你一點時間介紹一下 你自己給大家認識 我認識的你就是相對做多少少 以前做過一些跨國的公司 也有一些IT和Sales & Marketing的工作 你都做過的 但其實我都了解得你不夠深入 可能你也可以介紹多少少少給一些同學知道 首先我跟大家打個招呼 我是Matthew 其實我過去十幾年都是做Digital Marketing的Agency 過去2019年的時候 我結束了業務 所以現在正在做一些Consultant 都是幫我的客人做Social Media Marketing Digital Marketing 以及這段時間大行其道的e-commerce 所以都是給他們意見 怎樣可以去增加他們的生意 以及去避免市場更加好 近來是忙忙嗎 近來是一般一般 因為其實經過剛剛過完年一段時間 我覺得大家都是慢慢地 招呼我的momentum 有不同的客人都會接觸 就是要全速前進去做好e-commerce相關的生意 我想大家應該會很初步地對Matthew有些理解 我們今天其實我們會想分享的是 在疫情當中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促進了我們去想多了 關於一些網絡媒體上面的東西 或者我們其實不多不少 我們都接觸了很多關於網絡 我們怎樣去善用的一些事情 對於我們未來去裝備自己 去做一些職場的preparation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有些什麼去裝備自己呢 所以今天Matthew很高興 就會跟我們分享這個話題 如果你們有很多東西想問的 又或者你們中間是有些東西 咦我們說得不夠清楚 好想多問兩句 歡迎你們可以在checkbox留言 打斷我們無所謂 我們會隨時看checkbox 待會我都可能會說多一點Matthew 現在還有另一個工作 那我們在開始整個活動之前 其實我們有一條影片 預備了給大家去做一點熱身的 麻煩同事幫我們分享一下影片給大家看看 其實Matthew不知道你覺不覺得呢 剛剛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就在想著 其實現在好像疫情好像已經讓到我們的生活 有很多不同的轉變 甚至乎很多時候我們現在 現在只是我們這一種討論 我們都已經是不能面對面去演導同學仔 好像這個已經變成一個新常態 對於經濟是這樣 對於企業是這樣 甚至乎很多上班的人都是這樣 但我想對於同學仔 最切身的東西一定就是 咦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要全部轉到網上面去上課 甚至乎我們一些關於見工的 剛才這條影片都很有趣就是 雖然他講的AI比較多 但他都講了一個現象出來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見工 對於同學仔來說 我們畢業之後 可能我們都要在網上見工 甚至乎是一個進程 是未必會回頭 那些人見開上網 那我還要花那麼多時間 做一個掃測呢 其實你是怎樣看這個現象呢 就是作為一個電子媒體的人 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的世界 很多時候都是透過鏡頭 去跟別人去接觸 所以如果同學仔要見工 那他可能跟你安排視像會議 來去見工 未必是親身去見工的時候 所以同學都一定要訓練自己 對於鏡頭的敏感度 那一定要看著鏡頭 以前我們如果實體見工的時候 就是看著別人的眼睛 那現在就是看著鏡頭 就等到鏡頭的另一邊的人 他覺得真的跟他在對話 那這個我也是覺得 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是值得投資買一個 好小小的鏡頭 因為你的鏡頭 是影響到你的視覺觀感 所以其實你投資買一個 好一點的網絡 令到你可以上鏡的時候 更加清晰 也會影響到接收的另一方 對你的印象 那當然還有一些效果 就是要補光 有足夠的光源射著你 那你的鏡頭 才能發揮到最大的作用 因為我也是承接著 我們上個禮拜的一個討論 其實我上個禮拜的討論 其實我上個禮拜討論 講了很多關於找工作的事情 但是他還未去到 講一個關於網絡找工作 我今天當然留給你 不說多 其實我自己有看 甚至乎有一些韓國 有些關於偶像團體 一些練習生的面史 他們全部都要轉去上網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同學仔 除了攝影機之外 會不會有些麥克風 還是裝備好一點的時候 會不會對於 建工的人有好的提升 我自己這樣覺得 如果你有一個麥克風 或者電腦的麥克風 或者Webcam的麥克風 收音清晰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你始終不是在錄音樂影片 對於音質的要求 就可能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又覺得 如果我們真的建工的時候 我們就要隆重其事 最好你就找一個乾淨一點的背景 齊整乾淨的背景 穿上市政齊整 真的好像實體建工一樣 當然 你去到上半身 上半身出鏡那裡 就一定要見得人 我覺得這個是挺重要的 另外拍攝的時候 最好是有些距離 如果距離不存在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頭 爆滿畫面 你就會嚇壞人 所以你留一點 出到上半身 我就覺得比較理想 對 同學大家要記住這些提示 可能因為最近你們 最近 就是你們要去建工的時候 你們都可以留意這些提示 但我們先進入今天的正題 其實在疫情的裏面 好像有很多人 都開了新的 做著不同的工作 可能有些就會走向做YouTube的頻道 我見有很多人 可能他們在工作上面轉型的時候 他們都會向YouTube的方向轉型 我都知道你最近最近有開YouTube頻道 都出片出得很密 其實我在疫情之前已經開了一個頻道 不過我一直都很荒廢 直到疫情爆發得很厲害的時候 我就發覺我自己的工作都很受影響 例如我要開一些講座 或者一些訓練 我都開不到實體 所以就被迫要用 影片或者Webinar的形式去進行 所以我就開始去嘗試 在我的YouTube頻道那裡 就多樣化去嘗試了 那現在呢 其實我又不覺得我自己是一個YouTuber 不過呢 我出片都是挺頻密的 每個星期總會有片出 有時候甚至乎 每天都會出片 不過這些都是跟這個拍攝 是很有關係的 要看回你對我的鏡頭的敏感度 我最初開始的時候 其實有人邀請我去做Webinar 其實我發覺是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要看著鏡頭 在發瘋一兩個小時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看不到觀眾 或者參加者的職場反應 其實你是很難發瘋的 那你會不會寫好稿才會出一條片 就很視乎情況 如果我是做一些教學片的時候 其實我因為有很多示範 我是沒有辦法寫稿的 我只可以是預先安排了一個流程 我就會開始拍攝了 但如果我是做一些比較深度去講解某一些理論的時候 那些我肯定就會寫了稿 譬如因為我相信耶穌 我也有機會在教會裡分享 在我的處境裡 因為涉及去講解聖經 那些我一定會逐個字寫出來 恐慌我會亂說錯話 但是你的觀察 你算是這個行業正在接觸的人 你覺得是否多了人去做這些事情 一定是 是的 我們現在看到 在這兩年 疫情之前已經開始 YouTube已經越來越多人 去開這個頻道 去廣播 去直播 甚至乎我們看到 很多媒體 報紙 雜誌 他們其實都會有一個YouTube頻道 向外 無論是直播節目 或者是一些錄影製作的節目 他們都會用了這個渠道 作為一個很公平的渠道 如果我們看回香港來講 YouTube是第二最多人去瀏覽的網站 第一就是Facebook 當然我們早前都看到 Facebook可能是受到大家有些關心 而打算要延遲帳或者離場 但Facebook仍然是第一 另外YouTube就是第二 所以其實香港人一般都很喜歡看YouTube 但其實以你的觀察是否這麼好景 你如果用YouTube作為一個公平的頻道 去上載你的內容和節目 或者是影片 甚至乎學校將它成為一個影片的檔案庫 我覺得一定是很好的 但如果你要做一個YouTuber 全職的YouTuber 其實我們每天都看很多YouTuber 在播放很多片 我自己都看很多 我差不多每天都有一個標準的列列 要去過程 但是我們發覺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去拍攝要剪接 資料搜集 可能要寫稿 然後其實有很多事情做 如果每天都要上傳片去公開的話 其實他們是忙得很緊要的 當然我們看到有些YouTuber 他們就有個團隊幫他們 但是其實我們也看到有很多YouTuber 其實無論拍攝和剪接 都是自己一手去做 一腳踢去做 所以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 以你的經驗 即是你現在出片幾個 我每個星期都可能有兩三條片 但是我現在就發覺 做直播片的好處 就是不需要回頭去剪 所以就可以節省一點 製作時間和要求 所以我現在就開始嘗試 做多些直播片 這樣拍攝後 慢慢出 壓力就沒有那麼大 或者你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拍攝連剪接 通常你會做一條幾多分鐘的片 然後你拍攝剪接的時候 大概會用多久呢 平均呢 我就是五分鐘剪一個小時 即五分鐘出門的片 要剪一個小時 如果我是 10分鐘15分鐘 就可能要一兩個小時 如果我去到再長一點的片 去到半個小時的片 其實我可能就要剪四五個小時 我當你一個星期會出兩三條片 你剛才說 其實跟上班差不多 就是要用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就說 我如果做直播節目的時候 我就可以省了少少剪接時間 如果我要錄影節目的時候 我就可能不要拍那麼長 因為拍得太長 你就會用很多時間都剪不完 但是那個前景呢 我回到剛才的問題 其實你覺得做YouTube的前景是怎樣 又或者是否收入其實好不好 這個問題呢 我就做了少少的背景資料搜集 如果可以的話 就麻煩同事幫我分享 那個YouTuber的收入 那個排名榜出來 我都是在網上找這些資料 所以其實裡面的內容有多準確呢 我就沒有辦法去確認了 那如果我們看回這個畫面 那你會看到 其實就是 就算是排得很高的YouTuber 其實他每月的收入都不會特別 很多錢的 但是我要說 就是 現在的計算方法 就是純粹是單憑YouTube給他的廣告收益 就是一般來說 大約就是他的展示次數越多 那你的收益就會有大一點的收益 但是他沒有計算到 原來有一些的產品供應商 他們會做Product Sponsor 就是說會贊助他出街 在他的影片裡面去賣廣告的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那個金額 是遠超過YouTube給他 實際出廣告的那個金額 所以那些就計算不到 那很明顯就是 你越流行 越多人喜歡你的時候 其實就會越多的產品贊助商 有機會去找你去幫他做宣傳 就多於在YouTube裡面放廣告 等你去見到那些廣告宣傳 所以其實在那些額外的收入裡面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你提開額外收入 那我也繼續問下去了 其實是 因為我也知道 其實你是在做一些 社交媒體的 或是Digital Marketing的 可能你也不多不少會接觸到一些公司的 公司的市場的一些部門 那其實 講一下一些行情消息 其實他們會有多少 通常他們會怎樣去找一些人 去幫他們做這些sponsor 又或者其實 那個數目大不大 其實 其實我們看回這年幾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awakening 就是一個覺醒來的 就是因為其實香港 在Digital Marketing的世界裡面 本來它是穩定地增長 但是這年幾 就應該是幾何適這樣去增長 那為什麼幾何適去增長呢 其實很明顯 我們明白大家的眼球 已經是放了在社交媒體 在YouTube上面 那傳統的電視啊 電台啊 基本上那個渠道 作為一個宣傳渠道 已經是沒有了那個實際的效用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因為大家都一起 覺醒的時候 就覺得要投放更多資源 更多的廣告費 下去電子媒體上面 那所以呢 其實呢 會是很願意撥錢下去 那我作個比例 以前它可能是 10% 20% 在電子媒體 現在呢 可能是去到50% 甚至乎 是60% 70% 可能是100% 有些再誇張一點 是 投放在電子媒體上面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如果我們說回行程先 你要投入 進入Digital Marketing 那個行業裡面呢 就算我們受疫情呢 影響那麼厲害 其實呢 市場呢 是一路都是很暢旺的 因為呢 市場一路都很缺 有一些呢 厲害的Digital Marketer 那所以呢 如果同學仔有興趣呢 進入Digital Marketing 那個行業呢 其實呢 都 長遠來講 都是有幾有前景的 是 我想一會兒我們可以再說多一點 這部分 那我另外都 幫同學問一下 那可能有些同學仔 其實現在是 有興趣是搞網店的 因為他想著 那可能我們現在在外面 找工作的時候 都可能傳統的工作比較難 但是他又想展開自己的事業 可能現在會比較容易 會由一些網店去入手 那你又有沒有這些方面的提法 是 其實呢 我猜呢 特別是年輕人 做網店呢 就已經是很久很久的歷史了 那由我們在IG那裡 可能叫做開個IG Shop 又或者在現在Facebook 又容許你去賣東西 那這些就是比較簡單的買賣 就是你在那個網上 另外就是其他渠道 譬如有些App Carracell那些 也都給你可以去買賣東西 那我見到呢 有很多年輕人 其實呢 一直都在賣東西的 甚至乎他們 就是我見過有些很厲害的 他懂得呢 是低價買入高價買出的 就是利用這些平台 但是呢 就是很見頭式的交易 仍然呢 就停留在地鐵站交收 或者停留在一些C to C C consumer to consumer的層次上面 但是如果你說要 我要很有系統 很有規模 我是有一個實體的網店 去營運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猜呢 大家都不是很拿捏到的 因為呢 中間呢 你是需要投資的 無論呢 你設定那個網店 或者你那個收費平台呢 他都有那個 就是那個費用呢 你是需要支付的 那麼 你的成本效益 是不是可以滿足到 那個要求呢 那個支付的費用呢 其實呢 你算一下算一下呢 可能呢 是很難為比的 但是如果我看回呢 如果你是真的要營運一個網店 實實在在一個網店的時候呢 第一件事呢 你就是要找到好的貨源 那我的貨品是一定是有一個需求 還有呢 就是 那個貨源的供應是穩定的 如果不是的時候呢 你都沒有辦法 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收入 那麼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其實呢 你還需要呢 就是呢 拿捏到呢 你去怎樣去寄貨 送貨 那麼 如果我們做回香港市場 現在已經好了很多了 我們看回呢 有很多那些 Locker 你可以自提 那些便利店 可以呢 即是被你交收到 那 也都呢 除了呢 最大的那些 的速遞公司之外呢 還有一些呢 其他的速遞公司呢 你是可以用得到 那麼 相對於五年前 十年前呢 我們已經呢 是進步到很緊要的了 反而變成現在 我們資源多了的時候 我們要更加 去做這件事呢 如果你認真做的話呢 如果你不是想著是C to C 你是想著B to C 的話呢 你就需要呢 是要有系統 將整個流程呢 就是更加自動化 還有呢 是利用回這些 這些payment gateway 利用回這些 shipping 的公司 送貨的公司 來幫你做一個 穩定的生意 嗯 那麼我們回回 講多一點 我們現在的主題 就是可能我們會 我們剛才的影片 我們看到很多 其實要變成AI 相同 要數碼化多了 但是我們作為 同學仔 接下來有可能會 接近畢業了 嗯 那麼我們這些同學仔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我們現在 其實機遇 是有沒有的呢 其實我們是多了 少了 還是機遇 其實是不同了呢 你會覺得 嗯 我都幾肯定 那些機遇 是不同了 就是我們經歷完這個 疫情之後呢 其實呢 有很多行業呢 我們以前呢 特別在香港來講呢 叫做 是些 支柱的行業呢 都很受影響的 例如旅遊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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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業啊 這些呢 就影響得很厲害了 是啊 現在我們看新聞都看到很多 是啊 那 就算航空公司都會倒閉 然後呢 也都會大量裁員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就是我們傳統的 香港的不同的經濟支柱呢 我們都變了 因為呢 疫情的關係呢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 我覺得呢 就算我們現在有疫苗 也都呢 有一些的數字 告訴我們 去那個疫情 慢慢呢 緩和 但是呢 接下來呢 這兩三年 或者更長的時間呢 我們都不會呢 回復回呢 我們過去的光景的 啊 在這個的經濟環境底下 啊 香港呢 傳統地都幾依賴呢 遊客 而遊客呢 也都帶動這個零售業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如果我們是 原本想著進入零售業的 又或者呢 你進入任何的公司 他們的產品呢 是經零售業呢 去買賣的 那些呢 就影響很深遠了 那在影響這麼深遠的底下 裡面呢 我們就要好好想一下 就是作為同學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就要好好想一下 現在我讀的科目呢 在將來的處境 就是我講的將來 不是很遠的將來 我講的 在將來的一兩年的處境 我那個市場的 的potential呢 會是什麼的狀態呢 因為我相信同學仔呢 除了有些會是畢業之外 其實他們有些都可能會升上 top up degree 其實他們升top up degree 的時候 他們可能已經要選 究竟應該向著什麼的行業去進修 那如果一陣間 那些同學仔 你們是有興趣 是想問多些 又或者其實 我正正正在讀某一些行業 大鑊了 怎麼辦呢 這樣的時候 那你都歡迎 你可以在chatbox那裡留言 我已經見到 有些同學仔 其實是有 劉道然的 那我們都可以 先看一下 有些同學仔 就說 看到有些說 VTuber和Youtuber 可能我們放在之後再回應 有些同學仔就說 所以到最後 其實都是要回去培育文化農產 或者漁業等問號 你覺得 你怎麼聽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生態環境 那個市場的生態環境 跟我們傳統的生態環境 不是完全一樣的 那我覺得呢 如果你要維生的話 你要想得通 究竟我的固定收入 或者穩定收入 那個來源 是不是真的可以給你維生 那我不覺得 我們一定要做某些行業 才叫做維生 那當然 維生是一個最低要求 那我的個人發展 可不可以去幫助我 去達到我自己一些的期望 或者一些的目標 那那個呢 又是另外一個層次 就是我維生 和達到一些個人目標 是不同的層次 那我覺得呢 是有少少要分開來講 那我覺得 如果要維生的話 那 我們都仍然有那個條件 在香港的環境那裡 維生到的 我常常都相信 只要你肯做 肯做工作 那基本維生的要求 你是可以滿足到的 是不是很容易 未必 但是是可以滿足到的 但是 我除了做一份工作以外 我有沒有一個 更高層次的目標 我想達成呢 那我就覺得呢 你要看回一個 很現實的環境 無論我們香港的環境 或者一個大圍環境 是不是容許你達成 那些更高層次的目標 那我又問一下 你覺得其實 這個轉變呢 對於我們年輕一點的一輩來講 或者對於同學生來講 你會覺得是一件好事 還是一件壞事來的呢 就是我們這個裝備 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沒有真的說好事 或者壞事 這個這樣的想法 因為呢 我們的環境 很多時候是不受我們去控制的 我猜呢 我們作為人 我們在個世上去生存的時候 就算我們沒有疫症 我們都會遇到其他的處境 經濟的危機 或者有其他不同的危機 都是會發生的 所以其實我們去回應我們的環境 如何去適應 而去利用我們環境所有的 去達到一些可以達到的目標 這個是我們人的基本求生技能 其實 對於你來講 那什麼是機遇呢 或者我們在現在這個時代 裡面有什麼對我來說 是很重要的機遇 我們可以捉緊的 是 其實呢 我一直都在想的 那我就預備了一個PowerPoint 裡面呢 我就去highlight了一些工種 純粹去remind一下我們 現在呢 市場呢 是發生著什麼事 有些工種呢 是影響著很深遠的 就是在疫情裡面的時候 那你見到呢 在黑色的部分 在紅色字下面下面呢 我們其實眾所周知 我剛才也有講過一下 就是呢 這個旅遊業啊 Hotel啊 Air Line那些呢 其實呢 就死得很慘的 在這段時間 就算呢 接下來呢 有什麼旅遊的泡沫 或者泡泡啊 那些呢 其實都幫不了手的 那所以呢 傳統地 其實我們香港呢 譬如 國際機場很繁忙的嘛 世界呢 是手屈一指的嘛 那其實呢 我覺得呢 接下來這幾年呢 都不會回到以前的光景的了 那我剛才都講過了 零售業啦 那零售啊 Shopping Mall 那些商場啊 又或者我們的食市啊 其實呢 我們的疫情呢 不斷地反覆啊 又升下 又降下 又升下 又降下 就算我們最近呢 叫做呢 開放一點點 鬆一點點 但是我們呢 又見到有一些呢 健身室的群組 又會 即是突然間爆發出來 那我們呢 我覺得呢 都會呢 零星地會有這些爆發狀態 那我又不覺得呢 我們呢 可以呢 好像以前呢 別人結婚呢 可以擺很多遺酒席那些呢 其實呢 都不用自己想 我想很多年輕人聽到 不用擺這麼多遺酒席 我會很開心 哈哈哈哈 可能也是的 哈哈哈哈 其實呢 我們要適應 我們要適應 明白我 我們的現實環境裏面 不容許我們做這些事情 那 另外呢 就是我們講一些 個人服務 譬如你做美容 你有一些呢 譬如有些個人訓練 那些呢 其實呢 某程度有些個人服務 那些呢 其實呢 都會一路會繼續受影響的 那 我們也都會見到 戲院 都倒閉了 然後呢 我們又見到呢 那些幼稚園 或者呢 那些叫做 learning center 那些呢 其實呢 都不用指意做 他們只可以轉戰 是用網上的方法 但是呢 太小的小朋友呢 你是很難 靠網上那裏呢 產生互動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如果你打算要投身 在這些行業 即是 如果你原本打算 要投身 在這些行業那裏呢 那我猜呢 你要向現實低頭 但我們其實可能有些同學 本身就是讀酒店的 有些同學本身是讀 應該有些是 Marketing的同學仔 那那些怎麼辦呢 是 我自己這樣看 就是 這段時間呢 我們其實呢 因為沒有得出街 或者沒有得出很多街 那我們呢 就多了很多時間呢 就留在家 或者在一個靜止狀態 那我覺得呢 這段時間呢 我們要 好好地把握呢 是為自己呢 去增值 那有一些的 技術啊 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 你那個的 知識呢 其實呢 你這段時間呢 就算出不到街 你仍然是可以增值的 那譬如我下一張 那個的PowerPoint呢 都有講到這一樣東西的 那 我們看一看 看下一張 沒錯啦 那我呢 自己呢 就覺得 就算我自己這段時間呢 我都在幫自己 自我增值 譬如好像我以前 我從來呢 是不懂得 撿照的 我從來呢 不懂得 剪接 video的 那我都要被迫 去學 撿照 去學剪接 video 那這個呢 就是因為 新常態變了 那我們一定要呢 就是 適應下去 那個新常態裡面 甚至乎 對著鏡頭啊 拍攝啊 其實呢 我覺得呢 已經成為我們呢 一個 必然的求生技能 你如果呢 不懂得看著鏡頭 不懂得 去做簡單的 就是 透過鏡頭來做溝通 這些的 communication skills 那你其實呢 將來呢 都是很難求生 因為我們這個 新常態呢 會維持很久的 其實甚至 是不是傳統行業 應該都會 逐步要用多了這一類的東西 我們已經看到 就是了 我就說這一兩年呢 我們呢 那個的 用那個的 電子 產品 作為你一個的 溝通工具 已經成為了 我們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無論呢 我們是用手機 還是用電腦 甚至乎呢 我們呢 用其他的方法 這些是電子產品 用網絡 用社交媒 去作為一個的溝通工具 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處境 另外呢 就是呢 其實呢 我們看回 如果你去用銀行服務呢 這些銀行服務呢 已經是 有一些 就是 那些機械人 去答覆你 之餘 還有一些人 就是 online 立刻去答覆你 其實我自己呢 就開心了 因為 因為我不需要按好一顆 電話裡面的選項呢 我就已經有人可以 幫到我 以及解答到我 那些很煩的音樂 很煩的音樂 很煩的音樂 然後我按也不會有 真人跟我對話 但是現在呢 我呢 基本上在那個 online chat 那裡呢 我不需要等很久 我就已經有人 可以幫到我 因為同時間呢 其實呢 是在服務很多人 但是拍不拍本身 可能很想做 customer service 的同學仔 那他們 但是 我會不見了行業 這樣會不會怕 這件事情發生 那個行業 已經會轉變到 一個地步 就是一個 很 online 很 virtual customer service 的世界 那這個呢 我覺得 也都沒有得回頭 那當然 你做customer service 你的skill set 就會轉換了 你現在 你首先 打字要 打快一點 然後呢 你的表達能力 或者 即時去找一些 答案的能力 呢 又要快一點 那 這些呢 其實呢 我覺得有很多 很多 IT 人呢 是去幫助 這件事的 但是 那個行業已經轉換了 不只是靠一把 那 如果我們回去 看看 這裡呢 我覺得呢 有很多的skills 包括呢 你那個的最基本的presentation skills 就是 無論在疫情之前 或者我們現在 在疫情當中呢 presentation skills 都是沒有改變過的 都是我們需要呢 去拿捏 和去掌握到的 那 那 我講一些基本的東西 先啦 就算呢 你是不是 站在鏡頭之前呢 你對著一班人也好 對著鏡頭也好 其實呢 你是需要 用你的身體語言 來去 作為 那個的表達方式 不知道你覺不覺呢 我現在 我自己的工作上面 其實我都用多了 要在zoom 又或者 要在一些 Microsoft Team 做一些訓練的工作 是 可能你也有 是 很多時候 可能你的聽眾 其實他們的反應 是比較遲緩的 是 甚至乎 可能他們會沒有 開鏡頭 或者他們沒有開咪 這樣 我們反而在表演的時候 我們是要很享受做這件事 然後我們就好像要表演 但其實我們是有些很重要的事 是要表演給大家知道的感覺 是 不知道你覺不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難度是高了的 比我呢 當場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我在疫情之後 第一個 webinar 我就是面對著200人 但是那200人我全部看不到 我只看到一個鏡頭 我就在那裡發瘋 在那裡說話 說了兩個小時 然後呢 其實呢 某程度上呢 你要維持那個 Energy Level 其實呢 是相當之難的 因為呢 你的Energy Level 是一個 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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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述你 令到你更加有 那位 我做了 但是呢 現在呢 就是告訴你 全程你要撐上它 那 Presentation skills 是一樣 Language skills 我覺得我們從小時候 幼稚園之前 開始學習 除了廣東話以外 其他英文也好 普通話也好 我們其實有沒有疫情都不影響我們 要學好這些語言 這些語言能力其實你需要不斷訓練 和練習才會進步 特別是我們在隔著鏡頭的處境下 要好好訓練語言能力才能表達得更好 社交技術 現在的社交技術不同了 當然我們隔著鏡頭 或社交媒體 或隔著任何媒體 我們有很多表情符號 我們跟別人說Hello 跟別人聊天 交談 其實都是有一些格式的 當然我們在商業上 我們需要保持專業性 保持專業性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可以過分用emoji 以及過分用一些術語 因為就是恐慌溝通上有一個不差 所以其實我也鼓勵同學 就是當我們去用這些社交媒體的時候 我們又要看看怎樣去真正和別人互動 以及 engage 我之前有很多機會去interview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很多時候都會告訴我 他們基本上未必會打東西 就是看東西 看東西 然後就未必會鋪東西 我覺得我鼓勵年輕人 就是真的會鋪東西 除了我們有些處境是發洩情緒之外 其實去發表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這也是個練習 如果你是一個老闆 你又有時會去探索一些年輕人的社交媒體的時候 你怎樣去分辨哪些是說一些的感受 或者說一些互動性的交流 其實你會著重去看些什麼 其實在某程度上我是分辨不到的 有些candidate如果來interview的時候 他那個社交媒體的帳戶是公開的 我就會特別看看他有沒有任何的comment 或者去發表什麼 因為我有聽過的說法 就是我們年輕人 在上班之前記得開一個全新的IG 或者是全新的Facebook帳戶 有些東西就發洩了他 又不要讓其他人知道 那你怎樣看這些 逢親我看到有些很乾淨的帳戶 基本上我都覺得是假帳戶 我不會相信那個account 那會不會扣分呢 會呀會呀 我不敢請 因為一個沒有背景的人 我比你是在罵人的人 正常表達情緒 我反而可以理解 但一個沒有背景的人 我覺得這個人我是很擔心 那有些什麼你很喜歡的呢 當然啦 他帳戶的內容是正面的 跟著他表達那個的 他的感受或者他的意見的時候 不會叫做過激先 但過激是很主觀的 講粗口是否過激呢 都是很主觀的 但如果他是過分正面 你又會不會有擔心呢 即是剛才我看他20個帳戶 全部都很開心的 跟著之後全部都 拍攝自己的動物 拍攝自己的狗 可能拍攝自己的東西 經常都很happy 永遠都是有很正能量 那你會覺得怎樣 視乎情況 看回他的account 究竟在他追溯多久 那就是一樣東西 另外一樣東西的時候 我猜不同工種 又需要不同性格的人 即是當然 如果我作為一個僱主 我請人的時候 我都會看回 究竟他是不是 配合到那個團隊 總有一些人 是outgoing一點的 總是有一些人 內向一點的 總是有一些人 就激一點的 總是有一些人 又內斂保守一點的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話題 好像開始去了 我在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我可以怎樣 present自己 給其他人知道 又或者 其實我可以怎樣 去將自己的某些優勢 去放大它 但是 倒退一步去問的事 就是 其實我們有些同學 可能也不太知道自己 有什麼可以present出來 有什麼不可以present出來 又或者其實我 有什麼特色 真的符合在這個時代裡面 我應該很outgoing 把所有這些 適合這個時代的優勢 告訴你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就是沒有需要扭曲自己的人格 就是 你的性格是怎樣的性格 你沒有需要扭曲 不過 你見公安的時候 不可以不出聲的 所以 基本上 你去present你自己的內容 學歷 技能 這些基本的要求 是一定走不掉的 另外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 特別 我們現在還在讀書的處境下 更加需要用各種方法 去增加工作經驗 或者是對行業的認識和了解 譬如之前的實習體驗 接觸我的僱主 我覺得我的都是不錯的 因為 你多難得可以接觸到中醫 多難得可以接觸到茶餐廳老闆 出版社的老闆 我覺得 在這些互動交流下 當你學習了的東西 又可以累積到 那你其實 interview的時候 拿出來說 就很刺激的了 是 那我們不如 一起看一下 check room 剛剛我一看的時候 有些同學 很好文彩 把老師的說話都說了出來 也有些同學 在問 如果你不能面對面的情況下 你在公司和同事溝通方面 一些成功的關鍵是怎樣 你可以怎樣去提升員工的生產力 我自己是一個 幾上一代的人 如果我作為一個上司 我拿不到我要的答案 那我就會馬上拿起電話 去打電話給同事 去講清楚 多於純粹靠E-mail 或者純粹靠WhatsApp 或者純粹靠Chat 這個我覺得是重要的 即是你即時可以在電話上 溝通了解決問題 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不限於上司下屬 下屬上司都應該是這樣 每逢你作為一個下屬 主動和上司 去諮詢他的要求的時候 其實上司是普遍地都應該 感受你的諮詢 除了一些無理的上司 他就不會感受 我舉個個人經歷 從我最初出來工作開始 我就經常幫我的老闆解決問題 但是我幫我的老闆解決問題之前 我就一定要肯定 這個是我老闆希望解決的問題 我才去解決 不然我就在解決一些不關心的事情 所以其實你主動和你的上司溝通 永遠都是有好處的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和我兒子還說 有一個反過來的想法 就是除了上司要信任員工之外 同時間員工更加要信任上司 或公司才可以交代得清晰 非常同意的 我以前都可能在我們這個學院分享過 那時候我們聘請一些委員工 我們就發覺有些委員工 他會主動交代他那天做了什麼 還有沒有其他事情還未做 他才下班 我只是怕難手掌 我作為一個老闆也好 上司也好 我怕難手掌 我都很欣賞這些同學 就是他交代了做到什麼地步 然後還問我 還有沒有其他事情 我想他做 他才離開公司 我覺得現在 我們越來越難 找到這一種的同學 或者員工 所以我鼓勵大家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技巧 就是向你的上司交代進度 而繼續追蹤 問多一句 還有沒有其他事情你想我做 剛剛還有同學 有一個新的就是問 如果你沒有了面對面的時候 你跟員工的相處 有沒有什麼困難 其實一定有困難的 就是我們覺得最初疫情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自製地去放假 就是你work from home 那時候就變成去了行山 去了不知哪裏 甚至乎做了一些非公私有的事情 我覺得 我互相信任的事情 和剛才的問題 都有些關係 就是 上司和下述的信任程度 其實是要建立的 我自己這樣看 因為我們的新常態 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地步 沒有一個fixed working hour的狀態 假設你六點鐘下班 你老闆七點鐘找你 你覆不覆他 你覆不覆也不是 你不覆也不是 因為我聽過人說 我一覆了 我就會縱壞我老闆 我知道很多 好像沒有下班時間 我有個朋友 做一些保險公司銀行 他十點的時候 還要開會 他說還沒下班 我自己這樣覺得 就是有些基本的技巧 我們要掌握和立業 我作為一個員工 其實我都應該有我的boundary 我的限制 當老闆晚上十點鐘找我 一個比較合理的回覆 就是老闆我收到你的訊息 我也知道你希望我做什麼 不過我明天第一件事 我就會幫你做 不過我現在不做到 我明天第一件事 我就會幫你做 交代你收到訊息 但是現在我做不到 我覺得這個是很合理的回應 另外呢 另外呢 就有一個同學 先回前一點 我記得你的 那些同學 就說 我們可以怎樣 開始做一個youtuber呢 我回到很前面 我呢 我呢 開始這個channel的時候 其實呢 就純粹是一個親子活動 因為我兒子呢 幾年前 他就已經 有自己的channel 那 他就不斷鼓勵我呢 就是 你都不如一起去拍片 開個channel 那我就一直都覺得 太無聊了 這些事情都是不好做 但是呢 我現在都不敢去說自己是一個youtuber 因為呢 我現在有八百幾個subscribers 那 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其實呢 我覺得呢 實在呢 那個成功的關鍵呢 實在太難去滿足了 首先第一件事 我都仍然需要做其他的工作 去找我的收入 那如果我靠 我放得太多時間 放在拍片上面呢 我就沒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在其他的途徑那裏 找到回來了 那所以呢 我又沒有辦法投資這麼多 那但是呢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 如果我們觀察回 那些呢 很受人歡迎的youtuber 特別我們剛才看過的清單 各有各個的吸引的地方 當然啦 有些女生 她可能呢 本身很漂亮 在那裏做exercise 男女都在那裏吸引 我們又看到有些是政治的 有些呢 可能是飲飲食食的 那都有的 那我覺得呢 去發揮呢 你呢 最厲害的那樣東西呢 是一個基本要求來的 如果你對我那樣東西不厲害 你又強行逼自己去拍一些片 是那一個的 topic呢 其實你永遠都不會成功的 那所以呢 首先第一件事呢 你要找到一個定位呢 是你對那一方面呢 是很有興趣 就成為了你那個channel定位先啦 什麼都可以的 我覺得什麼都可以的 我現在都還在幻想著 什麼都可以的 我亦都實驗著 將我覺得聰明那些東西 因為我兒子就常在挑戰我呢 就說為什麼你不跟別人拍這些東西呢 那我就早幾天在一個節目呢 就說 如果你只是拍別人拍的東西的時候 你只不過呢 是在做人家而已 就不是在做你自己啦 那當然啦 你的興趣或者你聰明的東西 未必是很大路的東西來的 那但是我譬如我最近呢 在看有一個youtuber呢 他是教人種東西的 但是每條片呢 都很多人看的 那我們的市場實在是太大了 那所以呢 我們是可以呢 去好好發掘自己最厲害的東西 好像是除了你要open mind 我剛才聽你講 除了你open mind之外呢 你是要你喜歡做那樣東西 除了喜歡做之外呢 還要做得專門 是啊 是啊 我覺得呢 跟我們 將來那個的 那個 事業發展也好 那個 你那個 做生意也好 那都是同一個理念的 你是要做一些東西呢 是你喜歡做的 如果你做一些東西 你不喜歡做呢 你就永遠都在扭曲 你內心還是有感受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這樣聽 反而好像現在這個時代 因為數碼化再多了 我可以做 即是個人了 再 我又不用被一個傳統行業 觸迫得我這麼厲害的時候 我反而是多了一個空間 去做一些我自己 真的喜歡做的東西 然後 還要做得專門的 不過我又覺得呢 你要有一個清晰定位 究竟呢 你作為一個YouTuber 是個興趣 還是呢 是想著謀生 那我剛才說過 除了你要很有熱誠去做 很喜歡做 那樣東西就成為了你的主要題目 那可以是multiple的 不同的題目的 那我也都見到 有些人是很厲害的 是可以開multiple的channel 或者是講很多不同的題目的 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呢 那個收入呢 是可不可以成為你一個 的經濟的支柱 即是如果呢 基本上呢 你的收入沒有辦法 成為你的經濟支柱呢 你都是要面對現實的 因為我們始終要生活的 我自己呢 是一出來工作 就是很想呢 這個的經濟獨立 不想呢 再靠我的父母 或者靠家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重要的 即是當我們 去投身社會的時候 我們尋求那個經濟獨立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哦 有個同學的提醒 反而更厲害 就是如果你可以做到 六邊形戰士 那就更好 哈哈 六邊形全部最TOP的話 那你沒有了 你贏了 你已經 一定是最TOP 那另外還有最後 就是有個同學仔 他之前就說 如果你的工作經驗 和你面試的工作 沒有太大的關係的時候 那仍然會不會加分呢 不過 作為一個老闆 除了看你有沒有經驗 以外呢 也都是看你的態度 那我也都見過 有一些 以前 就是有人來見工 他完全沒有Marketing的經驗 但是呢 他就 很有誠意地 就做很多Mockup出來 就是呢 譬如他如果要做一個Campaign 他會怎樣做 如果拿著那個品牌 他怎樣發揮 就是他在見工的時候 帶上那些Mockup 他帶上那些Mockup的Portfolio給我 就是說 如果我 主身在那個環境 我為那間公司做宣傳的時候 我畫的Poster 或者我畫的廣告 我會怎樣說 我的Slogan 我的Tagline 我會怎樣寫 他就直接 Mockup 不同品牌的廣告出來 帶來見工 那我就 我就見到他 就算他沒有實際的經驗 但是呢 他真的go through 我的Process 告訴我 他是有能力的 因為我想 如果同學生這樣問的時候 可能其實他都是身處在一個 可能他在讀的科目 未來的那個前景 可能是他在Foreseable的Future裡面 都未必是一個這麼好的環境的話 他可能就要選擇去轉行 或者他要選擇去選一些新的 他可能有興趣 但是有前景 但是我又真的沒有經驗的行業 求新 那你會不會有什麼建議給同學生 我覺得這個是很需要想的 因為呢 我們現在實在進入了一個新的環境 當中 你開始去選擇科目的時候 你都未估計到 現在我們的疫情影響這麼深遠 那麼在這個這麼現實的處境下 我們就真的需要去為自己的前途去考量 那麼在考量的過程裡面 無論我們將來的TOP UP Degree 我會不會轉科目 又或者我們個人的Skills 我有沒有一些方法去增加那一方面的知識 因為其實如果我要轉行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方法 是可以讓你跳多幾步去轉 我舉個例子 我有個朋友 他其實就一直都在做merchandising 但是現在merchandising已經完全沒有了 那個行業已經消失了 那麼最後他轉行去做醫護 那轉行去醫護 因為他的表現很好 然後他又被人選擇了 可以去做那個手術室助理 做這個石膏師 那麼醫院呢 還補送他去讀那些課程 去做好手術室助理 但是轉那一刻都很大阻力 是啊 你是不知道前景是怎樣的 也都在這裡看究竟你自己的性格 是不是適合 那麼我這個朋友呢 他是一個很喜歡跟別人相處的人 因為哄得一些白白的病人很開心 人家在罵他都可以笑奇奇的 那會不會這樣說呢 會不會在現在這個時勢裡面 我們去想我們工作的時候 我們去發展自己的軟的技術更重要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你的軟的技術 所以我剛才說 你代人接物 你的presentation 我剛才說的social skills language skills 這些全部都是transferable的 而這些都會成為你個人的資產 或者我剛才在做一些資料搜集 去為今次的live去想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有一些銀行公司的訪問 他們就說 他們從來 那個是做電子部的人 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我們計劃了 我們可能要兩年三年才可以完成到 一些電子化process 我們在兩個禮拜 兩個月裡面就已經完成了 整個轉變 但是其實在現在這個時勢 去得這麼急的情況下 其實你會不會有些什麼 可以作為一個最後的wrap up 然後給同學仔 他們可以怎樣去面對現在這個時候 我自己這樣覺得 同學仔要把現在還是讀書的時間 你讀書的時間 其實你的時間壓力 是沒有你真正出來做事 甚至乎你將來要結婚之後 甚至乎有小朋友之後 你的時間壓力就會更加難去控制 你現在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 你的時間壓力 其實你都是維繫著在學業上面的 撇開你可能真的會拍拖 還會做其他事情 但是你其實 你的相對時間的空間 你是可以騰到多些的時間來 做一些額外的進修 還有自我增值 所以我鼓勵同學 就要把握這段時間 我還在學生的時間裏面 去自我增值 多方面去增值 還有多方面去探索 有些東西其實 你如果是有興趣的 有些行業的 就算你不是讀書的那個方目 你都是可以去探索 還有去認識的 YouTube上面大把片 你可以認識和探索 甚至乎你是可以接觸某一些在行的人 甚至乎做訪問都可以 即是你去訪問那些人 問問我們可不可以訪問你 我們做project 去訪問 你對那方面的認識 你越增加自己對那方面的認識 對你將來投入好的行業 就越有幫助 我知道你都準備了一些結語給同學仔 即是有些的提示 給同學仔 會不會都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那我的powerpoint那裡 就最後最後有一頁 那一頁呢 我就借了一本書 叫做Good to Great 那有一個翻譯的名字 就是由A到A加的 即是我的書名 Good to Great 其中呢 有一個的理念 就叫做Hedgehog Concept 而那個Hedgehog Concept 裡面呢 就提到呢 有一點點我剛才說到的東西 首先第一樣東西呢 如果你在呈求著 你將來那個事業方向的時候 最好呢 就是做一些呢 你有Passion的 有那個熱誠的熱沉的 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它可以帶動到 你的收入和那個經濟支柱的 那更加你想的呢 就是你做得呢 就比別人更加優勝的 那你就會發現呢 如果我三個波波都有Overlaping的時候呢 那我就會找到一個呢 很美滿的前景的 不過這件事是很難很難的 就算我自己為例呢 我都無法完全發揮了 這三個波波裡面有的東西的 不過呢 在你的人生歷程裡面呢 你會發覺呢 你對那些不同的事物 會產生那個熱誠 還有呢 我是興趣的 那是會不斷地演變的 而那個經濟效益呢 以前未必有的經濟效益呢 又因為呢 可能那個疫情 或者社會那個世界變了之後呢 那個經濟效益又會產生出來 我們見到呢 在疫情裡面有一些贏家的 就是e-commerce那些是贏家啦 然後呢 甚至乎呢 我們見到那些呢 就是送食物去別人家的 都成為了一個的贏家啦 那這些呢 其實呢 會產生 有些新的機遇 亦都會產生這些的經濟效益出來 有沒有些例子呢 給同學仔 就是我用著這個hedge concept的時候 我可以想到的一些例子呢 實際例子 我現在top of mind 我就未必能說出 但是這個問題呢 我就鼓勵大家呢 你就借這個concept 回去苦心自問 如果我要投身在某一個行業的時候 我有沒有興趣先 我有沒有一個基本收入 我就算不是賺大錢 我有沒有一個基本收入 就算不是賺大錢 我有沒有一個基本收入 就像你說的底線就先圍堵生先 是圍堵生先 就是我先不要管儲屋先 當我還是住著我爸爸媽媽的家 最後呢 如果我投身進去的時候 不好意思 如果我投身進去的時候 我會不會被人做得好 我剛才舉個例子 如果你要做marketing的人 假設 我的老本行 你要做marketing的人 有一些成功要素 一定要細心 你不細心 你就一定會爆獲的 即是寫錯字 用錯式 即是呢 就算出錯價 都會爆獲的 你細心是必然的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你那個market sense 那個market sense 是靠你不斷去觀察 以及不斷地去思考 你才可以建立market sense 我呢 我見到任何的廣告 在家也好 在電視也好 在YouTube也好 我會不斷地問自己 那個廣告究竟有多吸引 是不是一個成功的廣告 然後呢 我就會因應我這些分析 我就不斷累積一些意見出來 那這些意見就會成為了 我以後再去做任何的其他廣告的時候 一個基本藍圖 你會不會拿一本寶寶 或者用手機 拿下別人的特別之處 我會有不同的方法去記下 那現在你有手機的時候 其實實在有太多的方法去做這個紀錄 那每個人有自己的紀錄方式 但是我一定會用我自己覺得 當場最適合的方式去記錄 令到我可以回頭 有一個參考或者給別人去看 所以from good to great 這個概念 希望到最後的時候 都可以留給同學 你可以在未來去計劃自己的方向 又或者去想 究竟我升學的時候 我進修什麼科目 這些希望都可以成為 可以幫到你們 在職場上再走多一步的方法 不如我們最後看看 還有沒有留言 就是回應同學仔 然後我們就完 看看先 有些同學仔就說 直播的時候 找一些有經驗的Gas的時候 對你來說可能是好事 有些就說 囉嗦對直播來說是好事 我絕對同意 囉嗦對直播一定是好事 你不要停 因為 這個是檢討我們今天的問題 想知道如果我們沒有了 現場觀眾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怎樣維持這個直播氣氛呢 我看到他說要自high 我覺得也是 我剛才說的 我維持那個energy level 就是這個自high的演繹 難的 不過你不能選擇 你只可以維持著 如果你特別隔著鏡頭 你那個energy level 去不到的時候 基本上對方一定不會有任何反應 我們在錄完之前 我們都對著鏡頭 給他多些energy level 給老師之前再說 再跟同學說一聲 拜拜 好 我呢 拜拜 拜拜 拜拜